在云南边陲有座历经十二个世纪的古城 它位于云南昆明之南的两百多公里 古城布头 别名巴殿 这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地方 经历了百年岁月的洗礼 一派难得的古朴之风 在这里似乎感受不到时光的存在 青庄瓦房 石板小路 充满了人文赠情 今天我要探一探这座城市里的一座秘密花园 哈喽 探你们好 我是佛山梁花梅 今天是2021年第一天元月1号 现在我在云南省洪河州建水临安古城 今天我要去一座美丽的大豪宅 这座豪宅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号称西南边陲大观园 朱家花园始建于清代末期光绪年间 占地2万多平方米 大小天井42个 大小房屋214间 我们走进朱家花园 用阿旁宫的五部一楼 十部一井形容也不为过 无论是建筑特点 内井布置 还是里面的一草一木 都是金雕西啄过的 大门和金门后的前院不是声张 很简朴 但是居住区院中套院 齐花以时 飞檐翘角很有看头 整个园子的内宅分三进六院 每个庭院四面有屋 类似北京的四合院 方正有志 主次有别 梅兰竹菊四个小院 错落有志 取境通幽的层层叠叠 使整个园林尽显神秘于高贵 一院一井 一窗一井 屋檐门窗都是楼空的雕花 院子又小又精致 房子又典雅又豪华 看见这罕见 精致 典雅 奢华 庄重的四家小院 让喜欢到处拍拍的人 简直无从下手 朱家花园里处处精致 尤其是最经典的十二道门 门上雕刻的四季花卉 吉祥文录 以及经典的家传故事 十二道门处处不同 没有一样重复的 来 让我们近距离看一下门的雕刻 近距离看门的雕刻 是不是太过精美 惊艳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目前我看过的 最具文化感的四家宅邸 院子里的家教气氛 极其浓郁 所以这里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也是一所充满教育氛围的学校 在屋檐下 勤能补着 十指以恒 谨言慎行 循规蹈具 等名言警句随处可见 整面墙的朱子家训 教育着朱家每一个人 一转角来到了朱家祠堂 朱家祠堂很不简单哦 朱家祠堂有套门 店内的排位像龙椅一样 据说用银子磨过的朱氏祠堂 直到现在历经百年风雨 依然字迹清晰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在祠堂的后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 没想到它的规模如此巨大 不亚于江南的任何宅院 气派的如同皇家御花园 让人想起了一个园 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大光源 别忘了这可是云南 是被中原视为文化蛮荒之地的边疆哦 在祠堂的前面花园的旁边 还建有水池 水池上建有戏台 戏台那非常的独特 身处在这样一座古香古色的古建筑里 让人顶不住想要细细品读 感觉这里的一砖一把 一庭一院 一草一木 都充满了故事 仔细聆听 似乎还交织着昔日繁华的声音 仿佛隐约中 朱老爷在书房看公文 女卷在闺房里读书 也许是在读《红楼梦》吧 想当年处于军阀混战 硝烟乱世之中的朱氏家族 虽盛极一时 却难逃 树遭劫难 最终走向衰败的命运 他们支持并参与了辛亥 民安起义 朱氏兄弟顺应了历史潮流 但在反对 袁世凯窃国称帝护国运动中 却逆潮流而动 复原兵败 在政治生涯中写下了抹不掉的败笔 所以被抄家 朱家花园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他默默处理着 见证了朱氏家族的荣辱兴衰 承受着百年的人世悲欢离合 他古朴而雅静 清幽而闲聚 在车马喧哗的都市里 静静地展示着往日的辉煌 就像古老文脉 在幽幽千古中 始终无声而又坚实地留存着 让人印象深刻 让人无法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